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擦擦手 应杰哥最爱干净了 小夏 紫禁 怎么样了 医生说 他很难短时间地醒过来 应杰哥 你再这么躺下去 会不会变成植物人呢 小夏 你别这样子 现在科学这么发达 应杰哥一定有救的 应杰哥一定可以醒过来的 你看你的眼睛 都这么红了 你赶快回去休息吧 这里有我看住就好了 我没关系的 我必须要在这里陪着应杰哥 你还是听话 回去休息吧 我都说了我没关系的 小夏 你还是别硬撑了 你要睡垮了 应杰哥谁来照顾啊 应杰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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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医生 他醒了 他手指动了 别急 别急 我检查一下 应杰哥 应杰哥 我是小夏 他怎么样 照目前的情况 只是手指的正常神经反射 不可能 他 他刚才手指动 我 别担心 洪小姐 我理解你的心情 可是这种情况有待观察 而且他什么时候能够苏醒 我们也不敢保证 但是我们肯定会竭尽全力的 同时 也需要病人和家属的共同努力 是 谢谢 小夏 应杰哥一定会醒过来的 对 应杰哥 一定会很快醒过来的 一定很快就会醒过来的 应杰哥 你一定会没事的 你放心吧 彩虹岛 就好比是你的孩子 我一定会替你完成计划的 对不起 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是有责任的 有我在 我一定会守住你的一切 小姐 怎么了 小天 我有件事要让你帮忙 说 你看能不能 想办法把我那套房子给卖了 好 还有那台车 卖房卖车 出什么事了 我等着前级用 你看能不能帮我想办法 帮我尽快套现 好 小夏 你别这么熬着了 赵野户是每天会照顾他 我想多陪陪应杰哥 那如果你倒下了 怎么照顾应杰哥啊 怎么可能倒下呢 我身体好着呢 现在最关键的 是要一起照顾他 让应杰哥好起来 还要为他保住彩虹岛 这是他多年的心愿 我一定不会让他结束的 怎么了 彩虹岛出问题了 其实彩虹岛一直就问题不断 之前因为汪洋泄露公司秘密 市场上已经有盗版了 现在 高歌趁马总昏迷不行 要结束彩虹岛的一切计划 该做代理国外的项目 但如果这样的话 马总多年的心愿 都将复制东流了 那不行啊 你放心 我一定会想办法保住彩虹岛 一定会让他上市的 好 怎么样 我找人问过了 房子二百八十万 但是你的车因为太着急了 所以只有十五万 那好 你要跟他们说清楚 要一次付近 放心 我跟他们说了 但是 你考虑清楚了吗 那我明天找人看房 看什么房 请进 小新姐 好 有事 金千牛 刘莎 你好 你好 坐下吧 千牛 从今天开始 恢复上 我 那我 来 你 我 有事 不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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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我们 好吗 这个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存着上面的钱全部转给小玄姐了 另外你卖车卖房的钱也有九百多万 也全都转过去了 不行啊 我们现在还是差了一百多万 小玄姐她现在的压力 不仅仅是来源于资金方面 她还有各种压力在身上 我们能做什么 我们无非就是在资金方面 多想想办法才对 可是 你之前突然终止所有工作 你现在还要赔给他们 两百多万违约金耶 你已经身无分文了 小玄姐也一样啊 但所有机器也拿出来了 她的那套房子虽然没有卖掉 但是也已经拿去银行做抵押了 可是 不要可是 我可以去拍戏啊 这样就会有新的收入了 但是 你之前已经宣布退出了 你现在又突然付出 好了好了 管不了那么多了 喂 你好 我是童小夏 最近有没有筹拍什么新戏啊 近两天跟张导演聊天 听她说您这里 有一部电影在筹拍 所以我就拜托她帮我引荐 童小姐您太客气了 我们之前看新闻 不是说您宣布退出娱乐圈了吗 所以我们并没有把您 作为考虑的人选 要不我们这部电影 您一定是女一号 谢谢 谢谢 之前也的确说过退出的话 可是冷静下来想了想 当时自己确实有点冲动 童小姐 我明白 您呢 也是个非常优秀的演员 可是有一些科幻问题的存在 希望您能多理解 嗯 我们这部戏到现在 只剩一个女二号的角色了 您看 没有问题啊 导演 您怎么安排都可以 非常希望能和您合作 那就这么定了 我马上发合同给您 好啊 好啊 那您请忙吧 我就先回去了 那 那 那您慢走啊 好 再见 好嘞 好嘞 听完节再见 慢走 慢走 好的 这件事情我会那个的 童小夏 我一会儿打给你 童小夏 真的是你啊 你怎么在这儿呢 请问你是 林耀辉啊 林耀辉 您记得吗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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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新加坡听说你的事了 怎么 你这次来找窦导演 是为了付出工作吗 嗯 不好意思 我还有事情先走了 等一下 童小姐 不过 以我对你的了解 你的傲气不像是轻易失言 出而反而付出工作的 如果有些什么方面的困难 不妨告诉我林某 看我能否帮上点什么忙 谢谢你的好意 不过我自己的事情 自己可以处理 这样 那 童小姐 这个人呢 是一个广告公司的老板 他们正在找个明星做代言 如果童小姐愿意的话 我想钱的方面肯定不是问题 你考虑一下 谢谢 这是我的名片 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随时可以打电话给我 对了 我现在跟佳美在一起了 哦 是吗 那你要好好珍惜她呀 佳美是个好女孩 好 谢谢啊 谢谢 嗯 谢谢你的祝福 再见 嗯 再见 嗯 四千牛 特效 千牛 有一些 比较 千牛 小夏电话 哦 谢谢 喂 清千牛 你是不是想死啊 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啊 嗯 我最近比较忙 所以又没写的 我知道你忙 那回个短信的时间都没有吗 我忙完打给你了 好 拜拜 喂 喂 喂 等过我电话 谢谢 谢谢 你好 我跟我说 好 就要这个 喂 你好 是宋经理吗 你好 我是冬小夏 对对对 我听说你们现在正在找一个形象代言人 我今天整个下午都有时间 对 你看你们什么时候有空 我们约一下见个面 聊一聊 好好好 那好那好 宋经理 我等您电话 好 麻烦了 再见 小沈姐 妞妞 小夏 妞妞她们在干吗 拿 订这个 八十万 你哪儿来那么多钱啊 刚结了两份工作 而且她们提前付了我一部分定金 真的 太为难你了 小夏 让你重新付出 一定会有很多闲言闲语的 让她们说去呗 我又不在乎 无所谓的 谢谢 这位是 从韩国回来的高级程序员 刘莎 你好 你好 我是童小夏 你好 那你们肚子是不是都饿了 我们去吃宵夜好不好 有一家店特别好吃 好啊 刘莎没事吧 好 一起去吧 好 走 妞妞最近很累吧 肾上很疼很痠吧 我帮你揉一下 小沈姐 嗨 我们都没什么睡 我来开吧 开车吧 好啊 等我 这家广市啊 请慢用 谢谢 这家广市里的东西 做得特别的地道 这个肠粉呢 我很喜欢吃 你要不要试试看 很好吃哦 好 谢谢 这个虾也很好吃 这个虾呢 料理得很好 你看 壳都剥掉了 你快吃吃看 好 谢谢 小沈姐 看不出切牛还真体贴人呢 没有啦 我想说最近我们特别辛苦 要吃一些有营养的东西 小沈姐 这个凤爪交给你了 对你的皮肤特别的好 小沈 嗯 这里东西挺好吃的 你一直来啊 哦 是啊 以前 每次通告做完 我们都会一起来的 是吧 是吧 没有人喝这汤啊 这汤好喝 来 我放你去 嗯 挺好喝的 好 谢谢 这个汤呢 叫做四宝汤 嗯 味道特别的好 这个鱼碗是手工做的 很好吃 多盛两个 谢谢 那 哎 刘长 今天这个喜欢 我觉得还是有点问题 他今天放了好多胡椒粉 好辣呀 好辣好辣 小心这个汤很辣 不要辣到 你能喝辣吗 不行的话就不要喝上火啊 还好吧 不行的话就别吃了 我们现在呢要保重自己的身体 我们现在还要继续拼呢 我们现在还要继续拼呢 干杯 回下吧 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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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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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来 我死了 今天牛你想死啊你 痛不痛 不会 别跟我笑 我还没有质问你呢 你今天为什么送刘莎回家 不送我回家 你不担心我的安全呢吗 打电话你不接 发档信你也不回 你想怎样你搞消失啊 我也不来找你 你会来找我吗 你先不要急 你先不要急到我 你先听我讲嘛 最近我每天都在 跟刘莎工作 所以为了维护 良好的工作关系 我得当然先送她回家嘛 你不要想那么多 最好是这样 最好是我想多了 不过下一次 女朋友摆第一位 小夏 最近我想了很多 英杰哥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会不会觉得 如果我们 保持像以前那样的关系 会比较好 什么关系啊 像 普通朋友一样啊 好朋友一样啊 就像以前一样啊 谁要跟你做好朋友 你把我当什么样 你这样让来让去 推来推去 你什么意思啊 你要我跟你说多少次 我们两个跟英杰哥 那完全是两回事 听清楚没有 我知道 好 不再告诉你一次 我们两个是男女朋友关系 你跑也跑不掉 你必须马上打消 你刚才的想法 我会给你时间 我会等你 等你再对我说我爱你 得 preocupt 早点睡觉 不许想那个流沙 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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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回来了 是妈妈回来了 儿子 怎么回事 你快醒 英杰 你快醒 英杰 妈妈回来了 小萱 小萱告诉我 医生到底怎么说 殷杰的情况 到底怎么样啊 你听我说 医生说了 马总的恢复情况 还是乐观的 只要我们用不同方式 去刺激她的大脑神经 她很快就会没事的 你别担心啊 儿子 你一定会醒过来的 是不是 妈妈相信 你一定会醒过来的 儿子 你一定会醒过来的 对不起董事长 都怪我 是我没有及时 查去汪洋那计划的 是我害得马总这样昏迷不醒 对不起 小萱 这怎么能怪你呢 要是我 那都是我 是我把那个汪洋 调到我们时代集团 其实我是故意的 我想让汪洋来 来激励我们殷杰 可是怎么也没想到 会出这样的事情 对不起殷杰 殷杰 你一定要醒过来 妈 你不能用这种方式 来折磨妈妈 你不能用这种方式 来折磨妈妈 你不能用这种方式 来折磨妈妈 姐 呀 其实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7.5 刚这个漂亮的高中 与鲆 Paulo 一个 göster 但这条时间在实现 已经不高了 成功了 成功 成功 今天大家辛苦了 晚上我请大家吃饭 好 董事长 这么早就来了 睡不着 所以一大早就过来了 我来吧 没事 你坐 小贤啊 昨天晚上 原来很想去参加你们的情宫宴的 可是我怕我去了以后 大家都不自在了 所以就没去 我在想 最近发生了那么多事情 也许 也许 就是一种惩罚 董事长 你别胡思乱想 马总很快就会醒过来了 是啊 我相信尹尹姐 一定会醒过来的 小雪啊 公司里还有一些事 这儿 那就拜托你了 有我在你放心吧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那我送你一遍啊 不用了 不用了 快点 走 咱们 快点 走吧 马总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们的彩虹岛 终于成功面试了 玩家们反应都特别好 各地定活商都络绎不绝 董事长和股东们都很满意 还决定 以后的时代集团的主导 要以网游业的自创品牌为方向 我终于保住你的心血了 如果你能醒来 跟我们一起开心该多好 马总 小萱姐 萱姐快醒了 萱姐快醒了 我去看看 她睡着了 她睡着了 我刚刚在给她按摩 她突然手动了一下 我当时都惊呆了 那医生怎么说 医生给她做了系统检查 说她各方面都很稳定 只是明天开始要吃牛食了 但估计很快就能出院了 太棒了 终于也要出院了 对不起 我还晚了 秦妞 我告诉你 萱姐哥醒了 萱姐哥醒了 真的假的 萱姐哥醒了 真的 太好了 好开心 好开心 终于醒了 好 我们去看一下萱姐哥 喂 你站住 怎么了 我还有事 我有话有跟你说 一定要现在说吗 我还有工作 必须请谈说 说吧 我今天从英杰哥家搬出来了 住到酒店去了 我觉得有些事情 我们应该讨论一下 我们之间的事情 好啊 说吧 好啊 说吧 我要我们正大光明地在一起 既然英杰哥已经醒了 就该把我们的事情告诉他了 我觉得英杰哥 一定会理解我们 会祝福我们的 不行 你再让我好好想一下 想什么呀 你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了吗 小夏 英杰哥也才刚醒 都还没有完全康复 如果我们现在就跟他讲 我怕他受不了 就像你刚刚讲的 我们的约定 你不觉得我们的约定 太突然 太不成熟了吗 你很伟大吗 你是不是觉得你很伟大 你面对你喜欢的女孩 你可以这样无私吗 说好听点是伟大 说难听一点 你就是胆小鬼 懦夫 你听我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讲 英杰哥他 他是我哥哥 他也是我哥哥 我 我不能对不起他 随便你怎么讲 我要先走了 你不许走 你懦夫 你胆小鬼 懦夫 你很伟大吗 你是不是觉得你很伟大 你面对你喜欢的女孩 你可以这样无私吗 说好听点是伟大 说难听一点 你就是胆小鬼 懦夫 干吗看着我 你明明就是喜欢我 你以为你拿别的女人来气我 我就会上当啊 你以为我的智商像你一样低吗 不过下不为例啊 否则我真别你 我 别你 亲切你哦 你想清楚了 反正你是不能离开我的 你也不能对不起我 我认真地告诉你 我离不开你 你 更离不开我 你来了 好了好了 你别看这些了 你怕以后没时间看啊 现在最关键的是养好病 别想别的事情好不好 待在这里多无聊 哪儿也不能去 电视又那么不好看 我现在就想马上把病养好 等出院以后 就可以立马投入工作 你真是个工作狂 小萱 这一次 你们真的出了很大的力 帮了很大的忙 要不是你们的话 彩虹岛就不会那么地成功 公司还不知道出什么乱子 谢谢你们 其实这一次最应该感谢的 是小夏跟千牛 如果没有他们 公司才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我倒没什么 要不是因为我 你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好了 说这些干嘛 说到他们 说到他们 千牛和小夏今天来吗 我好想见到小夏 我跟你说 在我昏迷的时候 我真的能感觉到 他就在一直跟我说话 我跟他们打过电话了 他们已经在路上了 帮你盛点汤吧 我还要一起吃饭 好啊 吃火锅吧 对了 我知道有点蛮好吃的 今天你哦 等一下 嗨 那我晚上见了 拜拜 你怎么会来 我来接你一起去医院 看英杰哥 好 今天很冷的 好 谢谢 谢谢 小夏 我觉得等一下我们去看英杰哥 我们讲话可能要注意一点 因为他身体才刚好 行了 你不用找借口了 我还能不清楚你的心思吗 不过你放心 在没有经过你同意之前 我是不会乱说话的 上车 快点 小雪暗 现在公司还好吧 很好啊 英杰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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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你不认识我了 你不认识你 知道吗 有什么呀 你不认识我 你好 我是小雪暗 你不认识我 你们的话 我自己稳定 你不认识我 你是你不认识我 你不认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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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你哦 真的是谢谢你 英杰哥 太客气了 再说就见外咯 我们是兄弟哦 喂 干吗离我那么远啊 问你件事啊 你觉不觉得 英杰哥跟小璇姐很般配 你不要乱说啊 被人家听到多不好啊 我哪有乱说啊 你看不出来的吗 小璇姐一直都很喜欢英杰哥的 英杰哥受伤住院以来 小璇姐一直都尽心尽力地在照顾他呢 你真的是猪头哎 连这个都看不出来 我是真的没有看出来 他们两个关系本来就不错 是你想太多了吧 我知道了 什么 你吃醋了 我吃什么醋啊 不过 不知道英杰哥他知不知道小璇姐喜欢他 英杰哥会不会有一丝丝的察觉呢 你看啊 他们俩真的就是天生的一对啊 在工作上 他们是好搭档 生活上又是好帮手 我觉得你分析得非常的好 但是我是不知道他们配不配 我只知道什么事情该做 什么事情不该做 英杰哥 是我最爱的哥哥 你呢 是他最爱的女人 你又想提开我是不是啊 不告诉你啊 你以后说话给我注意一点 我说话注意一点 你说话才要注意一点嘛 我注意什么呀 你不能每天讲的我们我们的 万一被英杰哥听到 他会误会啊 好 谢谢你啊 等英杰哥恢复健康以后 我会亲口告诉他 什么 我喜欢你 你也喜欢我 你说什么 你疯了 你们搞错啊 我还会告诉他 我 我 还了你的孩子 好 我 还了你的孩子 英俊哥 不要让自己太累了 你毕竟身体刚刚好 让自己太累的话 万一再把身体搞垮了怎么办 好了 我知道 放心吧 还有 要按时吃药 按时打针 听医生的话 我一下 送你一份礼物 礼物 太贵重了 我可不要 你看看不就知道了 董事长 有件事情我想跟您商量一下 我想去法国 好 为什么要来这儿 这儿已经不是我家了 员 来 快进来